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也有一些磁顺瓦达的部署 连年时间表是差不多的 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刚刚的状态又回来了 回来对着这些对手 我还记得上一年他跑草地一里 草地一里很恶劣的形势 入到直路都不知道在哪里 又短直路都杀到上来是过了的 你对着这些对手 其实我觉得有太大难度 那场是大胆猫也先走了 对 一转圆弯入直路 但你失败 只要被你追到真的吹你不住 对 也没办法的 而且你看上次我们有做洋转播 那场森林大赛 刚才突然惹人惊 对 因为如果你说计金刚威来说 其实他千四应该不够一里 那么好 还要放在前面走 对 那场放在前面走 人家先动手 他还是捉住 回来 最后三百 松 他会打到飞起 小马哥很有部署跑 才会比他聪明 他还是这么轻松 所以我也相信 其实金刚威今年过来这里 赛前的准备 甚至会比教练好 那么说小柏高 撞到他也没人走 怎么呢 继续没人走 我看完上一场森林大赛 你撞多少次都没人走 对吧 我看过 不过这个马 真的今年配得很重要 无论去哪里跑 都可以交出这么高水准 对着金刚威 差点了 但对着其他对手 我觉得他也招呼有余 他也有点像声明 对 一尾够用 可能是吃点 怎样也会跑得近 对 再数到建筑大师 之前是被音乐大师召唤了 但其实那场… 你再看音乐大师 真的不知道这音轨被埋别 有一条爛的 他就跑到外面召唤 他在这里 线路其实也还可以 其实对着音乐大师那场 他有点不错 对 有些王掌在后 你觉得是不错 我觉得他托大 托大一点 我就觉得他转弯太大 就是这么多了 其实他因为那里已经控制大局了 他根本是从盲眼位捐上来 赢他 音乐大师 我不是说 鬼比撈那里 那里的洛篮有条位 对吧 鬼叫他走得那么近 他不幸的地方是 他没有想过有一只马 可以进步这么多 音乐大师当时我们也想不到 他进步这么多的马 对 但是这样 建筑大师 有一件事 你不可以忽视他这次的机会 就是其实这次他一样是报了这个 还有报了卡锡那一场 大家都知道他去年都知道 他买到信雅达 举马跑了一个经典赛 卡锡的亚军 奖金这么高 他也放弃 或者他也觉得 今年除了信雅达之外 在卡锡那边 对手也很强 但是他有机会 再跟信雅达跑 投一二比较 而他这次走过来跑一里大赛 他很明显 也觉得有机会 自由低利小法高 和金刚威 隨便一只 我也觉得这款马 也不可以忽视 你问我 如果我要选信雅达 他已经撑过了 金刚威没撑过的二选一 应该是金刚威 应该还是更容易的 你看回上一次的 一里赛事 就赢了这次同场的 会长、暴风疾雨 是很兴肃的 两只马中夹这样穿上来 那个姿态很明显是挺厉害的 而且看到这些马 还有留意 他本身是一里起家的 没问题的 再说下去 全球视野怎样 老实说 赢了就很敏 其实他去年 可以在这些大赛日 杨威岛 也挺靠临场的形势 其他对手跑得差 他自己是先走 但是这场赛事 就算说到他自己 他排四档起步 旁边都是建筑大师 也不会帮你太多 留着跑也没有好处 你对高威小拍高 又在后面那堆来 我觉得这就是你所说的 至终回来也是至终 做终子 要有些对手失忠 失误 他才能跑前一格半格 板黑形势 实力就没有 我觉得就不突出 刚才我们说过那几只 真的太强了 你一直拼着 那其他那些更弱 有什么委托者 例行程式 例行公事 你说一下 例行程式 就是再是全球市的 穿弱一点 后面水点第四 那一只在一里大赛大败的 委托者 我们其实在雅士谷的大赛棋 都见到他几次了 一起去放头 他只是加入放头那些马 你来到这些放头 又不是留下 你又不敢冲 所以不觉得他有一个突破 会很厉害 可以在这里做到 这些马 你还在输给小镇峰程 输得几步难高角 你很难跟金刚威这些马跑 不如总结一下大家 那些喜好点什么马 那这场 我先吧 我总是金刚威 我觉得他23年马的机会很大 接着就 我觉得建筑大师有机会 起码自由低小镇峰 我自己看三强丙立 建筑大师金刚威 小镇峰也是 他会靠身份进来 不知再数下去 只剩下马老实说 真的选不上手了 全球视野 希望他有他的形势 前面有一只发挥室 不能进入前名 好了 今晚特色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提多一次大家 在礼拜天凌晨三点钟 本港台和高清台 会现场直播 肉马者杯几场赛事 而礼拜六 早上10点45分 会现场直播 亚联游錦标 和那场拍天下这两场赛事 而想重温这个节目 记得上网上网络去看看 好, 下次再有预洋赛事 我们再和大家见面 今晚多谢收看 也多谢两位嘉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